星期五是美国领导出兵阿富汗十周年 塔利班政权在这一行动中被推翻 这次攻击是在美国2001年9月11号遭到袭击后 不到一个月发动的 北约说将治安责任移交阿富汗政府的计划 仍在按计划进行 联军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把治安职责 交给阿富汗军队和警察 所有外国战斗部队将在2014年年底之前 撤离阿富汗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 他相信移交程序不会出现问题 但自从移交程序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以来 叛乱分子发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袭击 和有针对性的杀戮 退役将军迈克里斯特尔 在出兵阿富汗十周年前夕发表讲话说 在阿富汗上代完成的最艰巨任务 可能是建立一个阿富汗普通百姓可以信任 并有能力制约塔利班的合法政府 迈克里斯特尔说 在发动阿富汗战争时 对阿富汗最近历史的理解简单的可怕 迈克里斯特尔从2009年到2010年期间 指挥驻阿富汗联军 他由于在一篇杂志文章中的不当言论 而被迫辞职 检视防务周刊的资深顾问帕塔 在一份报告中说 要想以能够接受的方式离开阿富汗 同时证明为把阿富汗使命 从反恐扩大到国家建设 而付出的时间 金钱和生命是值得的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目前阿富汗驻有13万多人的国际部队 其中多数是美国军人